少女想要阻止班越狱 却因实力太弱而被抓住 使得自身铠甲被夺走 班想要离开监狱 却遭到圣骑士阻拦 求德刺穿班的身体 在他看来这五年时间 班早已成为废物 七大罪的贪婪之罪 即使有着天大本事 在他求德面前也毫无还手之力 求德并不知道五年前班被抓住 只是想要感受痛楚 体验真实的痛苦 现在的他早已厌倦这种生活 班缓缓拔出身体铁棒 直接刺入求德身体 他已经没有理由 继续躲在这无聊的监狱 只要和梅丽在一起 还会遇到各种趣事 而此刻另一点 戴安和梅丽的战斗还在持续 谁都无法从对方手中占到便宜 看着一命相搏的两人 伊丽莎白大声呼叫让两人停下 正是这声呐喊让梅丽两人恢复清醒 眼见这一幕的男孩 连忙跑到戴安身边 询问他是否受伤 而在听见铃声后 戴安眼中同伴再次消失 只剩下圣骑士再次 便继续战斗一拳打倒 旁边男孩被吓傻 赶紧跑回父亲身边 伊丽莎白安慰道 即使拼上性命 他也一定会保护好两人 也就在这时圣骑士出现 他没想到伊丽莎白如此牵挂百姓 为了验证他话语的真解 圣骑士召唤出众多毒虫 想要将在场几人全部死损 而一直吵闹的男孩 则成为他的首要目标 男孩被毒虫席卷半空后 圣骑士疯狂嘲讽伊丽莎白 嘴上说着拼命也要保护村民 心里一定希望被别人拯救 谁知伊丽莎白不顾毒虫撕咬 走进旋风之中 他和梅丽约好 即使只剩下他一人 也一定会从圣骑士手中 保护好王国和人民 伊丽莎白用肉身护住男孩 见此情况的圣骑士 只能无奈地驱散毒虫 伊丽莎白对国民的关爱令人敬佩 即使是不认识的小孩都舍命相救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男孩巨大化变为圣骑士 刚刚的一切都是幻想 梅丽两人的奇奇怪怪 也都是他在背后捣补 传说中的七大罪 在他面前也如孩童一般被玩弄 圣骑士抓起伊丽莎白头发 将他狠狠踹飞出去 是可忍住不可忍 霍克冲上前去想要为伊丽莎白报仇 却被一棒撂倒 七大罪自相残杀终将送命 伊丽莎白不愿得到这种结果 恳求圣骑士将他们变为原样 却再次迎来圣骑士的猛烈一击 这可疾哭旁边的霍克 害怕伊丽莎白再次死去 而伊丽莎白的勇气 得到圣骑士赞赏 正要说出释放催眠暗示的物品 却发现手杖的铃铛竟消失不见 只见伊丽莎白张嘴将其吐出 原来为了解开催眠幻术 伊丽莎白故意接下圣骑士攻击 暴怒的圣骑士一拳打向伊丽莎白 却被梅丽徒手抓住 他已感受到伊丽莎白的觉悟 接下来将由他来战斗 被梅丽无视的圣骑士 选择先下手为强 一棒将梅丽狠狠打飞 随后追上飞出的身体 再次一棒打落地面 圣骑士也没想到 王国居然在意这种小毛海 这样的战斗实在无聊 谁知下一秒就被打脸 梅丽一拳将他打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巴斯特监狱 能见识到愤怒之罪的力量 也让圣骑士感到有趣 梅丽一拳打破他的铠甲 但对圣骑士来说 铠甲只是一层薄皮 而他那钢铁般的肉身 才是真正的底牌